大家好,我是顾爱秀禅 这个视频呢,咱们客观点评 海联金会,美景能源,北方西土,西藏珠峰 一些购物呢,也是一些粉丝朋友留言道的 那么咱们来做一个客观的技术点评 进入参考 先看海联金会 那么海联金会呢,自从咱们在 3月31号这一天 当时呢,给出的点评是 以自己的策略应对和经验的一个处理办法呢 把这个位置视为卖点 卖点的性质呢,可以作为30分钟级别的二类卖点 二类卖点之后的话呢 后面的下跌当中只需要观察 什么条件下会触发 你的操作级别下的合适的买点出现 如果说没有出现这样的买点出现的话呢 那么耐心的等待即可 而且的话呢,还要去终点观察一个节点 什么节点呢 先看海联金会,我们来看 当前他从13块1,3毛3的位置呢 到现在依然是属于日线的一笔下的延续当中 那么在他没有出现新的强底分上武军之前 他甚至说呢,都不值得进行参与 那么出现了强底分上武军 是不是就一定值得参与呢 要结合当时的,不管是量能的一个表达也好 包括呢,他内部的结构是否被吃 这都叫细节来计划分了 那么我们来进行看待 因为有的时候呢,股有会存在一些误区 什么误区呢 无差别的 陷入自己的一些经验和思维当中 例如说呢,调了一天 调了两天 调了三天 出现个十字星 我能不能加仓 我能不能补仓 这还是一种过去的一些惯性思维在起作用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啊 他不同的阶段 他处,就是他的一个位置不同 他的一个大的结构不同 你的应对的视角和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例如前面像这样的一个大的缩链三角的突破 然后呢,用残能结构来讲的话呢 这是一个大的中枢逐渐向上 那么在这种刚刚突破 后面呢,回踩的话呢 下方有实质性的支撑 那么你说回落之后呢 只要说带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强反薄的开线 或者出现强底分 或者内部有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么都可以用低吸的视角 而当前他的位置是什么呢 从六块钱下方已经干到了 十三块三毛三 股价是进行翻倍过的 而且呢,翻倍过之后的话呢 出现这样的 从他的一个结构来讲 咱们前面呢 是用三十分钟的走势级别 因为呢,他本身也是一个三分钟 走势内容上的发展当中 但是呢,从他的 内部的这样的一个运行节奏来去看待的话呢 他的一个特征是属于什么呢 给星高不给星低 给星高不给星低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延续 那么呢,用三十分钟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呢 中枢延伸 然后的话呢 不断的向上运行 但是呢,一旦不能 向上不能给星高了 这是一个节奏的改变 而且呢,这个位置向下呢 又破了前面这样的低点 这是属于 从单纯的结构 本身来讲 它是一个和前面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相比较来,它是发生一些 自变 那么从单纯的技术的视角来进 看待的话呢 那么下方 低点和低点相连 它是一个趋势直征线 但是呢,趋势直征线 我们看它内部的结构 从残类维度呢 只是观察它内部结构是否被迟 以及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持续的量能 又说到什么位置呢 说到了前面这样的量能 说到前面这样的量能 保持在五军量线的下方 那么对应的 还是以谨慎为主 那么我们来看 列说的话呢 用30分钟级别来进观察的话呢 那么当前它还是属于30分钟线段的一个表达 用5分钟的维度来讲的话呢 那么咱们为什么在这个位置当成一个 30分钟级别二类卖点去处理呢 原因就是属于 这个位置 5分钟大线段上 因为没有突破前面的高点 没有给出新高 没有给出新高 可以用这样的一个 30分钟的二类卖点 来进行处理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 目前位置它的5分钟 而言 5分钟级别而言 没有内部的这种清晰的结构 什么意思呢 最起码你要等待一个5分钟中枢组件 中枢组件过 最后的话呢 要么是5分钟线段下 线段上 线段下 这个线段上走的比较强 线段下带有明显的 扑扑前面低点带有明显的抵抗 然后的话呢 量能是有所改善的 这也只是呈现在5分钟级别的 二类买点这样去观察 但是如果说量能辞于走入 板块本身也没有量能 那么板块是属于破位的一种状态的话呢 那么这种买点是可以谨慎的 因为它前面的涨幅已经非常的清晰 就是涨幅非常的 已经有相当的涨幅 那么积攒的风险相对的较大 如果说呢 什么时候出现列数呢 一个5分钟的 以5分钟线段上线段下线段上 这样的中书组件 然后再往下 一旦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内部 有中书 然后有清晰的背驰 然后呢 打破山脉 就5分钟二来买点 这是下一个观察点而已 但是呢 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观察点 那么它整体来讲 低点是属于 高点是太低的 低点也是属于太低的 在下行通道当中 那么呢 你可以去跟 但是呢 只能用超短的一个视角 键炮就收键炮就跑 因为呢 它的趋势 跟大级别的这样的趋势结构 可能会发生大的一个变化 好 这是对于海联机会 也就是说呢 当前它没有出现强底分之前的话呢 只适合去观察 不适合去操作 出现强底分了 那么观察量能 以及那内部的结构 然后用5分钟的一个视角去观察而已 好 这是海联机会 那么我们再来看向美景能源 那么美景能源这一支个股的一个表达是什么呢 像今天 因为昨天呢 和前天比 它是一个包含关系 处理过之后呢 那么今天 它实际上已经 无形当中已经成了这样的一个底分 只不过这个底分呢 并不算强 那么对于这类个股的一个 跟踪基点的话呢 那么我们从几个视角低 整个板块本身来讲的话呢 是弱 是偏弱的 第二从个股的一个表达来讲呢 这个位置 没有破前面的低点 那么今天日内重点观察的是能否形成 能否形成强的底分 并且半身方量 如果说量能还是保持在五军量线的下方 它实际上还是属于弱势当中 如果说呢 这个位置能够把什么位置 把前天 甚至把前面的 这个十字星的高点的位置 能够强覆盖 强覆盖过之后的话呢 量能 实现量能的这样的一个明显的方大 在这样的一个视角之下的话呢 你是可以把它作为列数呢 这是一笔下 内部的话呢 是有这样的一个小的结构的 而又没破前面的低点出现底分了 那么你是可以当成30分钟的二类买点来进行定性 定性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以底分的底作为一个防守位 然后呢 这个位置你是可以向上观察能够行的一笔上 然后呢 操作的一个级别来讲 可以用5分钟级别的买卖点 去应对30分钟级别二买的这样的一个 嗯 定性的视角 就是呢 量能要有表达 然后的话呢 今天强底分是否能出现 如果说强底分都出现不了 量能也是在五分量线的下方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还属于弱势的状态当中 好 那么我们来看啊 从30分钟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呢 那么这个30分钟级别下和前面比 它是有倍迟的 人的30分钟内部的话呢 它是有5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所以说呢 当前什么叫做用5分钟级别买卖点 如果说形成一个日 形成一个日线的强底分之后 这个位置呢 它是一个5分钟级别上 后面5分钟级别下补破前面的低点 那么用5分钟级别的二买点去 嗯 这是可以的 但是呢 对应的5分钟 它涉及的级别是小的 仓位应该是更低的 这是应对的一个策略 如果说呢 今天连强底分 形成不了 那么对应的话呢 量能也没有跟上 那么这个位置 它首先呢 还是属于弱势的一种状态 而且呢 在144年级别下方 好 这是美景能源 那么我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看 例如像北方稀土 好 那么像北方稀土的话呢 那么像今天 它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 其实它是属于一阴不破 那么对于北方稀土这类个股 出现了大的一个节奏来讲 其实前面在这个位置附近啊 在这个位置是提醒过 呃 卖点的 这个提醒卖点的话呢 一 它的内部30分钟60分钟 MSC顶面离 好 第二的话呢 对应的 它又属于什么呢 传统视觉下 可以前面可以把它装成一个符合 头肩顶的颈线位 然后呢 破位反冲 反冲的话呢 尤其是后面一旦又破了140年军业 它是属于这样的入市当中 从趋势来讲 它也属于这样的一个下 大的下行通道的延续当中 所以说呢 对于一支个股的一个分析来讲 首先 要知道它的一个当前的一种状态 就是大的结构来讲 定性 好 那么局部的一个视角来讲 那么如果说量能也没有跟上 这一根阴线也没有强服盖的话呢 它是不具备 操作价值的 那么什么情况下 如果这个位置呢 量能 哎 放量 放到什么呢 放到五军量线的上方 而且呢 最好是让它能够保持 保持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 能够把前面的这一根阴线 强覆盖掉 强覆盖掉过 之后的话呢 那么后面呢 把底分的底作为一个防守位 然后的话呢 用五分钟级别 例如五分钟呢 先端上出 五分钟先端下 回落不破 前面低点 只能用五分钟级别 二点买点 你只能 它是能够识别 有这样的一个买卖点 有这样的一个 级别的视角去跟踪而已 那么这个跟踪 能不能走起来的话呢 还要看它后面量能不能跟上 整个板块 有没有量能的一个体振 然后大的方向来的话呢 如果说 这个位置上方又又被吃了 那么肯定很快的 买点和卖点的一个转折 买点和卖点的一个转化 好 这是一个分析的视角 不作为 就只是作为技术的一个运用和巩固 好 那么我们再看向西藏珠峰 那么西藏珠峰的话呢 很清晰嘛 它和北方西土眼下的这种状态是非常相近的 同样的 以对应的 4月11号这一根阴线 能不能实验强伏盖 收在五军之上 如果能的话呢 好 这个位置 只是从小周期来讲 它是一个弱转 就是小周期来讲 是一个弱转强 但是大的一个方向上面来讲的话呢 它依然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向下的这样的一个运行当中 这个运行当中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军线是属于空头排列的状态 量能是属于持续缩减的MACD零度下方 所以说呢 你不能因为自己的主观的想法和期待 就盲目的进行买入等等 但是呢 如果说没有出现这种信号之前 例如说呢 量能温和放大 或者放到五军亮线上方之后 能够保持住 然的话呢 能够把这个阴线强覆盖掉 那么强覆盖掉之后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它在五分钟上面来讲 是一个五分钟的线段上 那么后面的跟踪节点的话呢 五分钟线段下 比如说不破前面的地点 用二类买点的 这是一个可观察的 不管是用低吸高抛的视角 还是降成本 但是的话 大的一个节奏而言 它当前依然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弱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一个是均线空头排列也好 包括呢 从它的内部的一个结构来看 从五十块八毛九 到当期到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对应的话呢 中间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日线的 一比上一比下一比上 一比下一比上 一比下一比上 它是可以用日线比中枢的延伸 就是了三十分钟中枢的一个延伸 三十分钟枢延伸的话呢 那么当前这个位置 如果说连墙底分都没有形成 也没有明显的量能的一个表达 那么这个位置呢 它一方面是可以继续 延续往下面去走的 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五分钟中枢 好 五分钟中枢的话呢 那么从小周期来讲 五分钟线段上 如果说连前面这个位置都不接触的话呢 它可能会上有五分钟的三类卖点 好 那么如果说形成墙底分 待量过之后的话呢 你只是说 最好是把这个五分钟三脉给化解掉 然后五分钟二类卖点 你只能去 它就是存在这样的一个 低线高抛的一个节点 但是大的方向的话呢 例如说像上方三十元附近 它是一个大的一个成压的节点 也是观察的一个节点 如果说给出一个日线一比上 或者是五分钟的内线上 前面这个位置不进入 它实际上是属于三十分钟级别的三类卖点 好 那么如果说求稳健的一个视角呢 咱们经常讲到的最好是 在正当时或者说正当中 如果说呢 哎 它的一个反弹 一个是量的能不能跟上 是否会触发某级别的三类卖点 这是一个观察级别 这是 这是呢 反弹到底是该减还是说 该进场的一个参考依据 如果说呢 打破了三脉 力度比较强 量的也跟上了 后面呢 还回落不破 给出相应的二类买点了 你在二类 在三十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附近 你用五分钟级别的买卖点 这样去跟它的稳定性会好一些 好 这是西藏竹风 好 那么如果说 板块的一个视角来讲 像说出货币 咱们在前面表达上面来讲 它当前的一个状态是 比较弱的 这个弱的是体验在什么地方呢 体现在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趋势线的破位 当前的话呢 它是向下还没有止跌 连墙底分都没有形成 包括呢 像像西图勇 实指数的一个 态度来讲的话呢 当前它也是这样的一个弱势的一种状态 好 这是作为技术巩固的一个视角来进看待 好 只作为 技术交流 经验分享 不足为买卖一句 那么呢 从现在一直到 整个五月初吧 咱们呢 会像在白天或者是下午的盘后 会进行 更新 晚上的话呢 因为未来的 接近一个月的时间 晚上的八点到九点呢 修缠有自己的 呃 事情啊 给大家再一次 就是简单的讲一下 好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